天宁 我一定会好好对天宁的 希望你能接受我 那个 是安妮 杨家是个好姑娘 但是我跟她真的不合适 我对她就好像妹妹一样 大概四年前 我已经跟佳佳说清楚了 要跟她分手 但第二天 她受了重伤 她失忆了 所以我就一直照顾她 我准备等她完全康复了 等她恢复记忆了 我会跟她说清楚 希望姥姥 你能体谅我 对不起姥姥 是我来得太晚了 没能在您生前尽孝 但是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天宁的 希望您能接受我 你能不能接受我 刘佳来了 她本来约我 一起来给姥姥上坟的 但是我推掉了她 那是把她打给你啊 那是把她打给你啊 对不起 您拨下的号码 我会不会的 那您拨下的号码 您拨下的号码 您拨下的号码 好了 我真的 好想您 您说 您要是还在的话 该有多好呀 您拨下的号码 姥姥 我改天再来看您 大姐 你真的舍得把阿姨 丢给二姐就不管了 乐乐 其实我这次找你 就是这件事情 抢心的帮忙 你能不能时不时地 回去帮我看看安逸 你二姐 你是知道的 她人激烈 我去很容易被她发现了 帮你传递消息是没有问题 何况二姐这人 刀子嘴豆腐心 她一定会带好安逸的 只不过 这样二姐就更辛苦了 大姐 我们这样对二姐 会不会太狠心了 我知道 可我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一定要 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 等将来我条件好了 我会加倍补偿她的 对 你找到什么好门路了 这么大口气 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在家机票代售点服务 每个月月薪三千多 才三千块啊 我做这个工作 可不是为了那一点工资 要知道现在高级白领 每年的年薪也不过十几万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那你去干吗 像我这样 经历过两次失败的感情 我总算是看明白了 其实一个女人这辈子 最大的任务就是 经营婚姻 而我现在的年轻貌美 就是我最大的资本 大姐 你不会是想去调个金柜絮吧 正是这样 我还打算 把我自己的那套房子卖 这样我就有足够的 前期投入资本 我现在在美容美发 健身媒体 我还请了一个英语外教 帮我锻炼口语 对了 我现在还在学打高尔夫球 我又让我自己 整个人看起来 充满着魅力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这跟你去代数机票 有什么关系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傻妹妹 像你大姐条件这么好的 能是去卖普通机票吗 我是专门为头等舱 贵宾客户服务 只要发现合适的目标 我就会买同样的航班同行 我去 安小姐 安小姐 我来了 张婶 你在忙什么呢 张婶 安逸就拜托您了 你就放心吧 我跟我老头子 会把安逸照顾好的 张婶 这房子您这么便宜就租给我 不说我没水电费 有好吃的就给我送过来 现在又帮我看孩子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了 哎呀 谢什么 大家在一起都是缘分 我女儿呀在外地打工 那房东呀 也照顾她很多 这人呢 就在互相帮助 谢谢张婶 那我出摊去了啊 好 阿姨 阿姨 阿姨走啦 要听张婶子的话哦 乖宝宝 给阿姨说再见 哎 乖宝宝 给阿姨说再见呀 走了张婶啊 好 你们走哈 好 路上小心点哈 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今年的销售总结报告 和去年公司的总利润 持平 先说满 持平就意味着倒退 各方公司的效益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没有集团支出此公司的业绩 却出现了下滑 我知道 此公司的业绩下滑 主要是因为我负责的那个 新青年公寓的项目 销售成绩不理想 不理想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坚持己见 坚决采用了新型的环保材料 导致整个建筑成本大幅上涨 新青年公寓的基本目标 就是年轻人 而年轻人的购买力有限 承受不了高房价 所以我只能压低整个利润空间 来刺激销量 这个项目 是你在任设计部经理的时候 亲自操到的 当时我就给你提出了 警察的风险 让你修种方案 可是你非常固扯 我万万没有想到 王总部方面说的 我来说 不知为什么 你反倒因此受到了提榜 被调到子公司任总经理 而这个项目 也改变换面 变成了你上任后 主招的第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 拖了公司的后腿 也拉低了整个集团的利益 我承认 在这个项目上面 我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但这不代表 我的经营思路是错的 是 新青年公寓的利润 确实不如整个集团 其他的项目 但各位别忘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项目 让整个集团 赢得了很好很好的口碑 口碑这个东西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没法量化 所以集团设定的考核制度 还是以业绩为主 翔总 我认为石天明 虽然有些才气 但毕竟还年轻 又不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 恐怕不是一单人 子公司的总经理一致 是啊 年轻人他要多力量一点 才能比一中的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都有道理 我的意见是 陈天明是个好苗子 虽然 这个经验不足啊 意气用事 导致了最终的结果 和当初的设想值有点差距 但是 年轻人这个锐气和闯劲 他是值得鼓励的 我给他的任期是三年 这第一年的考核 我给他基本上是及格 那就且看他接下来两年的表现了 好吧 来 我给他接下来 我给他接下来两年 你已经能够用 你这一年的表现 并没有我预计中的好 但是也不像董事门说得那么坏 我希望接下来的两年 你已经能够用 你实际行动来告诉我 证明我没看错人 那我就用行动来证明 好 来 怎么 蒋总 这是您要的两张 周杰伦演唱会的贵宾票 来 好 对了 您再帮我订九十九的玫瑰花 在开场之前送到会场 您放心吧 蒋总 我什么时候耽误过您的事 我还知道啊 这位张小姐性格单纯活泼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卡通造型的 荧光棒 到时候会跟玫瑰花 一起送到会场去的 好 你办事我放心 谢谢蒋总 怎么样 看什么 没什么 喝茶 好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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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 吧 自然